诗情 画意 用我的言语带您领略诗歌去美 说到了中堂一定要提两个人 一个呢我们前面已经说到了白居易 还有一个刘雨昕 刘雨昕其实她和柳宗元是一个时代的人 那么她写过一首很著名的 就是跟白居易的对诗叫仇过去 写诗你写一个我回你一个 这就叫仇或者叫答或者叫贺 愁乐天扬州出逢席上见证 一个标题流露出好多的内容 一地点是在扬州 人物是我刘雨昕和白居易 还有我们的关系是出逢刚遇到 干什么了 喝酒在酒席之上 同时我们之间交换 普通人交换礼物 对于诗人而言当然交换这首诗 见上诗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关于刘雨昕 提到刘雨昕我们就会说梦德 刘梦德嘛是河南人 过去真的是河南出了不少著名的诗人 像最有名的杜甫 还有我们将要提到的李赫 这里刘雨昕也是这样 刘雨昕被称为什么 诗豪 一听这个我们就觉得胆气顿生 诗文俱佳 而且他的诗涉列的题材非常的广泛 他不单一 他既有景情诗 也有很多的怀骨诗 他和柳宗元并称柳柳 这俩真的是好朋友 铁哥们 而且还有维音物 白居易 这几个人放在一起叫三杰 中堂三杰 和白居易 刚才说提刘雨昕就要提白居易 因为他们俩合称刘白 刘雨昕非常有名的 我们大家可能都能背诵的 就是山不在高那个陋世明 还有竹之词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情却有情 杨柳之词 乌依笑等等等等 同时刘雨昕还是哲学家 哲学家是善于想的 会想问题 解决问题的 这个我们在待会儿要提到的 这首诗里会见到 他写了哲学的作品 比如《天论》 写了好几篇 在真元九年的时候 刘雨昕就很年轻 他就近视极地 那么在真元末年 和柳宗元陈建这一些人 结交了当时的丞相王书文 形成了呢 一个以王书文为首的政治集团 他们要搞变法 搞革新 结果失败 是吧 那么刘雨昕 他前面讲到了 说少年成名 他这变法和革新 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他前途一片光明 所以他就立志 要干一些大事 认识了王书文 认识了柳宗元等等 那么他们就希望搞一个 叫永贞革新 彻底地瓦解 当时的藩镇革居的 这个军事力量 还有宦官的 就是减弱宦官的权力 实现呢 这个唐王朝的复兴 再次的兴盛 结果当然是受到了 宦官权贵和军阀的反扑 严重到什么程度 皇帝被他们逼得善位了 把自己的皇位交出来了 那组织这个革新的 王书文啊 刘宇熙啊 柳宗元啊 当然就没有好的下场了 是吧 好的结果了 那么刘宇熙 柳宗元这八个大官 被贬到很偏远的地方 做司马 这是当时轰动一时的 八司马事件 而丞相王书文被刺死 刘宇熙呢 从人生的巅峰 19岁 可以啊 这个上书朝廷 21岁就中进士啊 这是人生的巅峰 跌到了谷底 他这一扁 扁了多长时间 22年 22年之久 好 那我们看到 22年回来了 他呢 是当时是河州 在河州做刺史 回到洛阳 白居易和从这个苏州 回到洛阳 他们在扬州遇到 白居易呢 在宴席之上 就给刘宇熙写了一首诗 叫做 为我饮杯 天酒饮 与君把住 鸡盘歌 诗称国首 图为耳 命压人头 不奈何 举眼风光 长寂寞 满朝官职 独蹉跎 以至河背 才名哲 23年 哲太多 白居易对刘宇熙的遭遇 应该说表示了同情和不平 于是呢 刘宇熙就写了一首诗 来回赠白居易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首诗 巴山储水 七两地 23年 七之身 首先是接着 刚刚的白居易的说法 是吧 因为白居易说 23年哲太多 他说 我不但回应您的23年 而且我还点到了 我在哪里 巴山储水 指的是四川和湖南湖北这一带 那刘宇熙呢 是曾经被贬到这里 她是抒发了 在特定环境当中的感情 刚刚我们讲到 刘宇熙是被贬了22年 但是呢 她路途太远 她回来的时候 在路上走了一年 所以他们说 23年 在这儿跟白居易这么一聊 你说23年 我就回你23年 一来一往 就显出了 他们推心致富的亲密的关系 而气质深 指的就是 我自己被抛弃了 我自己被贬折了 被贬折之后怎么样 诗的起笔 说到了自己的不幸 那不幸之后 不幸的遭遇 必然会导致 这种悲伤的心情 果然她写到 怀旧空吟 文迪富 道乡翻四 烂刻人 这里就有了两个典故 一个呢 就是文迪 这个指的是西晋时候 我们知道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当中有一个人物叫向秀 向秀 他和吉康和吕安都是好朋友 而吉康吕安他们呢 不满于司马市的篡权 他们呢 就和司马这个政权对抗 被杀了 向秀 有一次经过他们的旧居 听到了林人在吹笛 不觉悲从中来 就做了司旧父 那么借这个典故来怀念 当时刘雨昕回来的时候 咱们说 王书文已经被刺死了 而柳宗元 也是壮年的时候 就死在外乡了 所以他怀念的是他们 感慨 回来 老朋友去世了 那就只能吟诵司旧父 这种文迪父 来悼念 恍如隔世 那么烂磕人是什么呢 相传呀 有一个近代的还是近人 叫王志 他到山里 看见童子下棋 他就关棋 关了一盘棋之后 他很意外地发现 自己斧子都烂了 这个磕石木真 指的是这个斧子的饼 就斧子饼都烂了 结果回到乡里呢 发现乡亲们都已经隔世了 实际上这个呢 就拿这个典故来强调 变折时间太长 表达了事态的变迁 回归之后呢 生疏而畅往心情 看守莲写了自己不幸的命运 汉莲就接到自己现在的 畅往的心情 该转了 律师特别在意的就是这个转 转真的是让人觉得心气荡漿 陈州侧畔千帆过 并树前头万木春 有没有为商 有陈州并树 这个我们想白居宇说什么 举眼风光长季末 哎这个大家呢 我们看到了 大家都升官了 只有你刘雨昕 哎这样是为刘雨昕抱不平 而刘雨昕说对 我是不幸 我是陈州 我是病树 那么难道我就不可能再获得生机吗 反过来劝白居易 说哥们别为我感到寂寞 别为我感到忧伤 是吧 那么充满了一种豁大的胸襟 这两个诗呢 让我们知道说思想境界 真的是比白居易的高 白居易说不幸啊 真难受啊 刘雨昕说千帆经过 那个船就过去了 虽然有一时的不幸 谁能预知将来呢 虽然这会儿病树 哎我不行了 但是春天已经到了 应该说这里头出满了 这个向上的精神 形象生动 这句诗至今被人引用 而且不断地赋予它新的意义 那什么样的意义 就是新事物 必将要替代旧事物 新时代也必将要代替旧的时代 那最后合 不是愁白居易吗 最后合一下 说今日听君歌一曲 暂平悲酒 长精神 陈州已经震起了 那改变了前面的那种伤感而低沉的情调 魏廉就直接点名了仇打之意 一点消沉都没有 这个诗有很多的感慨 但是我们读到的只有两个字 振奋 说到这儿 我们得提一提倔强的刘雨昕 刘雨昕 她的倔强表现在什么 在被贬的时候 别人都觉得很不幸 刘雨昕说 自顾逢秋悲伎凉 我言秋日 胜我春朝 看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领诗情到必消 而等到缘和十年 她终于有机会回京城了 刘雨昕 去玄都道观 看到什么 她说 玄都观里桃千树 尽是流浪去后再 拿桃树 比喻当时得志的小人 你们这些小人 说白了 你们嘚瑟什么 都是把我们打压下去 你们才有了这样的风光 结果一看 说刘雨昕不行 刘雨昕不服 接着又扁出去 好不容易获得一个 可以翻身的机会 又被扁 而且扁得更远 那么后来 刘雨昕又被征兆回来 征兆回来 你就闭嘴吧 别再说话了 但是刘雨昕 还去玄都道观 写下了什么 百亩亭中半时台 桃花静静 菜花开 众桃道士归何处 前渡流洋 金又来 太痛快了 就是你们这些小人 你们接着来打我呀 我又回来了 从这里 我们看到 刘雨昕的倔强背后 就是文人的风骨 让我们再来 一起品味一下 刘雨昕的 愁乐天 扬州出逢 席上见奏 八山储水 七凉地 二十三年 气质深 怀旧空银 闻敌腹 道乡翻似 烂磕人 陈州策畔 千翻过 并树前头 万木春 今日听君 歌一曲 暂平杯酒 掌精神 今天的诗歌 就讲到这里吧